聽說115吋超大電視即將出現在我們的Beauty林口三井門市 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喔 我們今天全台唯一115吋的TCL最新規格X955 在我們Beauty的門市要開箱囉 看一下它的整個配送及安裝過程 當然像這種特殊尺寸的電視安裝 以及它的運費、人力費用也會相對的比較高 如果你家裡面的電梯不夠寬的話可能也送不進去 唉唷快來喔 要來我們Beauty門市喔 哇真的有夠大 它的整個外箱長度的話就接近到283 光裸機的重量就98公斤喔 現代人手機螢幕越看越大 所以我覺得電視螢幕當然也是要越看越大才會享受對不對 不過像這種安裝特殊的尺寸大電視 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喔 那當然在安裝前一定都會先由廠商去做廠刊 確認電視從它的卸貨地方到你家的路線 如果你家是在高樓層的話呢 包含你家的樓梯啦 電梯啦門口的尺寸 還有你的電視櫃寬度 是否適合等等 那當然電視如果不能進去的話 最差最差 你就有可能會用機械吊掛的方式 好你們也是第一次裝1159 其實三個很夠 那115一定要4 全台第一台 欸這個看起來應該很爽 等一下他們裝完之後 我們再來開機看一下它的畫面 全台唯一耶 哇它那個腳架是真的有夠大 你自己看 這個目測應該至少有45到50公分長 你今天家裡面沒有電視櫃的話 然後你買到115吋 你應該是不用再安裝電視櫃的 用螺絲鎖在它的腳桌固定孔 基本的整個安裝過程 應該大致上是這樣 115吋的話會建議它用壁掛嗎 我現在還沒做過這個壁掛 它的壁掛一定也是特殊的壁掛 也是特殊的壁掛 你一般的壁掛 外面可能找不到那個架子 就是這個 外面的壁掛它應該是 它沒有辦法使 沒有辦法用 就它其實有布 這樣子呈現的畫質 大家看到有沒有心癢癢 而且目前真的是全台唯一的115吋 我幫大家量一下它的高度跟寬度好了 如果說你真的有喜歡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當然你家裡面還是一定要 能夠把這一台送進去才可以啊 如果以它的高度 147公分 長度的話是257 腳架的整個高度 我們就從這個底部量 大概40公分高 所以你在抓的時候 我們一般的電視櫃 其實大概就是40到45 裝了這個支撐腳架之後 你電視櫃就可以不用裝了 你在裝的話高度會更增加 你的觀賞距離要退得更遠 深度 最多人會問深度 前到後的距離大概67公分 這個腳架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這條延長線露在外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好看 所以腳架它後面有一個長線的地方 你在安裝的時候 可以請我們安裝師傅協助你 把這個膠條拆掉 那我們就把這個線藏在後面 這個線的長度絕對夠啦 我這樣目測應該至少也有3米長 OK Perfect 你到現場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喔原來115吋 這麼有視覺震撼 而且它又內建瓦數的那個喇叭啊 到240瓦欸 真的是很棒 如果一個成人178公分 站上來包含腳架的高度 都已經快跟我差不多高了 至於剛剛在搬運過程 我們有提到它的重量 它的整個機身重量 不含外箱的話 就98公斤喔 比我還要重喔 機身的薄度啊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更薄 而且是一體成型的 可以到我們的林口 Beauty的門市 來親眼目睹這一台 115吋的震撼度 但是如果家裡面真的沒有這麼大 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旁邊還有一台 98吋喔 也是最新的X955系列的98吋 如果你一般家裡面的觀賞距離 大概在3米到3米半左右 這一台98吋應該是你可以選擇的 寬度217公分 它的高度呢125公分 重量67公斤喔 因為它是今年最新的技術 QD Mini LED 就是它在我們的 Mini LED的燈泡的前方 再多了一層我們的量子鍍膜 那這個東西可以增加我們的色彩飽和度 以及我們顏色上面的鮮艷 可視角又增加了 如果說你的觀賞距離是比較偏左跟偏右的話呢 你選擇這台就對了 包含我們剛剛看的115吋 這兩台呢 你都可以到我們現場來觀看 那為什麼選擇這台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這一台本身它有做到我們的區域控光到5184格 如果說你的細節呈現 你要看到女主角的妝 它有沒有白頭髮等等之類 它的控光技術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對比跟亮度也整個增加跟提高 對比到達6000分之1喔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會操作電視 或者是你想要讓它更簡單一點 可以連結你的手機 可以連結你的APP 也可以做鏡像投射等等 歡迎你到我們的Beauty門市呢 也來看一下我們98吋的這一台液晶顯示器 順便提醒大家喔 這個畫質細節的部分啊 鏡頭的拍攝是沒有辦法看出來的 所以歡迎您到我們林口Beauty門市 自己親身體驗看看 以及來看一下我們這一台目前全台唯一的115吋液晶顯示器 歡迎你來我們的現場 讓你自己感受一下它的震撼度 我跟你講啦畫質就是拍不出來啦 嘿你就是要到門市來 自己親眼來我們門市看一下它的畫質 它的對比跟亮度好不好